晴天霹雳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丁 欧灵痕跡韩版更新了第四季 这边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跟各位讲 就是欧灵专家的称号 要改成更难的取得方式 他必须要在欧灵第一关到地池关 都是困难通关 才可以取得这个欧灵专家 原本台版只是要地池关困难通关 一到九关你可以轻松打一般即可 但是现在这样改难度好像对一些玩家来说提升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本来就应该要这样才是正常的欧灵专家 那这个也是在之前我就一直在预测的东西 想不到真的让我预测到 应该不是乌鸦嘴吧 我觉得这合理的 身为一个欧灵专家你只过第十关没道理 好再往下看 还有一些技能做了一些平衡 我们看看哦 首先第一招闪电 这个应该我猜是锁链闪光那招吧 连锁闪电 等级0到等级3的技能冷却减少 第二招防火墙应该就是火墙了 技能效果提升 第三招地球在日 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等级0到等级4的持续时间减少 好在下一招是破灭的魔剑 就是技能伤害下降 然后诸神黄昏也是技能伤害下降 最后这个冰雪暴增加所有等级的冷却时间 等于说冰雪暴的CD更长啦 再来这个冰喷发就是寒冰尖刺啊 那个水之马库尔的技能 等级0到等级4的冷却时间全部增加 就是被下修就对了 再来就是鬼步啊 我们所谓的那个幽魂之区 减少了部分的持续时间 应该是说鬼步的C 那个持续时间全部下降 等级0到等级max 再来绝评也是一样 减少了所有的持续时间 就是那个全部能力都下修就对了 再来这个能量螺栓 等级2到等级4的冷却时间增加 等级3到等级4的伤害略有下降 这个能量螺栓是什么技能呢 其实我也分辨不出来啦 最后个残酷的压力 这个也是神话技能 冷却时间减少 这招我猜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那个死神镰刀的max技能吧 我猜的啦 然后再来还有那个角色能力调整 就是土的技能 土的 土的欧灵那一只叫巴吐色 巴吐色的血量从500降到400 水的马库的血量从400降到300 还有再来困难模式中出现的怪物数量会增加 然后减少了困难模式阶段中出现的恢复球数量 简单来说就是困难模式真的变得更难啦 所以往后要打欧灵痕跡的玩家们伙伴们 可能真的要更加小心谨慎哦 不能随意乱玩啦 好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帮我订阅点赞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